好 这个影片紧接着就要来介绍这个TagHeper 那我们上一章讲完这一个HTMLHeper 那TagHeper又是什么呢 其实两个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TagHeper是在Netcore的时代 才推出的一个新的这一个写法 那我们来找一下之前的一些 我们产生的范例嘛 哪里有用到这个TagHeper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这一页 就是我们Create的这一页 也就是这一页 那他这边所有的这一个内容 都是用这个TagHeper的这一个方式来写的 那TagHeper的特征是什么呢 基本上他就是我们把这个拿掉 我们把这个拿掉 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原生的HTML标签 那在原生的HTML标签上面 加上我们这个Netcore MVC里面的这个TagHeper 的一个特殊写法 也就是说在原生的标签里面 再加上一个属性 然后这个属性他是用ASP开头 然后FOR的这个东西就叫做这个TagHeper 好那我们先基本认识 他的样子长得怎样 那像这个像这个 他可能Dash不一样的东西 这边DashA选 那反正就是在标签里面ASPDash某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TagHeper的这个外贸特征 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他的用途是什么呢 基本上他这一边的用途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边他Labor 然后他会产生一个Title 所以这边那一行所产生出来的就是这个Labor 然后他会有这个Title 那可以看到这边本来是没有东西的 但是我们产生在画面上的时候 就把这个Title给标上去 那他如果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 讲的HTMLHeper的话 可以我们有在这个NewsDto 去加一个这一个标题 那这里为什么没有变成是标题而是Title 因为我们这个Create是用的这个CreateDto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在这边 把它一样盖上这一个标题的话 我们在TagHeper这边的Title 也会跟我们上一节课用HTMLHeper的效果一样 这里就会变成标题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已经改成标题了 用法两个基本上是很多地方是类似的 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两个的写法是不一样的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他在这上面加上这个TagHeper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结果是怎样 可以看到他就是把我们的这一个 ID的属性是Title 然后Name的属性的词是Title 把这个属性给标上去 那这样标上去 我们在送出的时候 他才会正确的把我们值给存到这个资料库 就是我们后端才会接收到我们使用者输入的值 然后输入完之后 我们后端再去做处理 把它存到资料库 那这一行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是TagHeper的写法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用HTNHeper来写到同样的这个作用 的话会是怎么样的写法 我这边下面就有做一个示范了 一样是这两行 那这两行就必须要改写成 这一个样子 那可以看到下面这样子HTNHeper的写法其实相当的 不好看而且也相当的不好写 他首先这边是这样写 然后就一个很特殊的写法 然后是一个model 然后等于title 那如果我想要在这个HTNHeper里面 我要把它产生出来的这一个HTNHeper标签 上面加上class或者是其他的属性 我就要在这后面再new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加一个class 然后是一个control label 你就要这样写 那就整个看起来非常的繁琐 不好看 而且也不好打 所以这也是我个人不这么喜欢用这个HTNHeper的原因 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个用TagHeper的写法就是怎样呢 我们今天原生的写法是这样 那我要把它加上TagHeper的功能之后 我们就只要在这个原生的标签 再加上这一段属性 那他就会帮我做好同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写法是不是看起来就很俐落 而且也是依附在原生的标签写法 下面就觉得非常的舒服 那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好 那但是有些的HTNHeper其实是就很直觉 也没有特别繁琐的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这个RAW 那他在我们TagHeper这边也没有提供对应的功能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TagHeper可以写 我们RAW还是必须要用HTNHeper 那或许微软本来就不是要用TagHeper来取代原有的HTNHeper 而是可能这种标签类的 我们会用这个TagHeper来做取代 那其他一些比较功能类的当然还是维持使用这个HTNHeper来去做 好 那简单来说TagHeper的好处其实跟这个HTNHeper是一样的 他们的目的是一样 就是自动帮你产生对应的程式 那你会比你自己打的时候出错率还来的这个低点 就也有一点烦呆啦 因为你今天如果你是自己在这边打Name等于什么Title之类的 可能会打错 那一打错你就资料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传到后端 也没办法正确的存进去 但是如果用上TagHeper 你只要打错栏位名称 我们看到我这边不小心打错 那当然这边栏位很简单可能不会打错 但是如果有些栏位名称很长的时候 你就会不小心打错中间一个英文字 但是如果你用TagHeper 你只要打错 因为这是强行别 所以打错之后 他就会说我根本找不到这个栏位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编译阶段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你有错 所以不会说我在那边找了 才发现说原来我是英文字不小心打错 所以造成资料没有正确存进去 那这个都是使用它内建的一个工具的一个好处之一 那我们这边再来举个例子来看好了 它还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 Layout这页就是上面的这一个页面连结 那这页面连结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Index的这个连结 那它这一些宣告都是TagHeper的范畴 那它这边就是简单的宣告 你看可以看到它这边是A的连结 但是它没有自己手动输入 比如说这边可能输入是要到我们可以看一下最终产生出来的 这个它是到这边 那这边你想要自己手动打也是可以 那如果你用TagHeper也会有一些好处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要哪一个Ctrl的 就是这一个 我的连结要去哪一个Ctrl的 会先看到是News的Ctrl的 然后我的那个Action是哪一个 是Index所以最终它会导到这一页 所以它最后就会产生一个对应的连结 就是斜线News就是这一页 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可能某一页有特殊用途 我不想要照原本的路由设定 我自己在这个路由设定上面加 我不要News 我要NewsABC才能到这一页 好那这个时候你加上这个你特殊的路由规则之后 但是因为你这边是用这个TagHeper把它写上去 那所以说在产生的时候 最后这边产生出来的这个连结程式 它也会顺便帮你改成你设定的路由网址 而不用自己再到这边 比如说这边如果你自己是手动打的话 本来是HREF News 那你就不用自己再到这边 因为这边去做改变了 你自己又要再回到这边 把网址改成正确的网址 那这个也是TagHeper其中的一个好处之一 总而言之TagHeper就是帮你做到一些 你只要设定好对应的这个变数是正确的话 那你改很多地方的时候 它就自动帮你产生出正确的格式 那你也不用回头 在自己来这边改成你可能你修改什么东西 你又要回头在相对位置再去做修改 你只要设定好TagHeper 你其他地方改这边它也会联动一起帮你改 那这是它的一个好处之一 那基本上它的好处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你只要改一个地方 你设定好的TagHeper或者是HTNHeper 它都会联动的帮你一起修正过来 那你就不用再回头去找说 你哪个地方好像有用到 一个一个再把它找出来再改 那可能就会漏改或者是怎样的之类的 好那我这一个TagHeper跟这个HTNHeper 都算是一个抛砖引预讲一下说 这一个MVC这边会有这两个功能 可以去帮大家更好的去写这一个MVC 那到底还有多少的TagHeper的话 这边也是一样就留给大家去Google 网路上很多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也不用全部先看 你只要先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之后你可能要做某个功能的时候 你回头再去找哪一个TagHeper 是你想要用的 那个时候再去Google就好 那这边我们就先了解到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收看